接着来关注席卷全球的新战热潮 不只有五四新战日 还有加州迪士尼乐园的 星际大战新人区开幕 紧接着8月29号 佛说的新战主题饭店 也将要热情典礼 因此由Toyota荣誉赞助的 2019年独孙悠悠小主播选8岁 特别请到了9到12岁的 雅米祖晋级小朋友 来分享这一项最新的消息 大家好 我是小主播Brandon 迪士尼官方消息指出 星际大战饭店 将会开在新人区旁边 而且饭店外观 就像是一艘飞行船饭店内 加上各式各样的互动游戏 就是要让民众成为 真正的银河公民 彻底体验星际大战的氛围 有趣的是 客人抵达后 还必须乘坐太空接拨船 才能到达饭店 土中也要换上 剧中爵士的衣服 至于最让新战迷 引颈期盼的 就是剧中新共和国 New Republic 和第一秩序 First Order的战争游戏 游客会进入太空船 解开任务 窗外还会有 XE战机飞过 且让大人开心的是 迪士尼也会在 新园区出售酒精饮料 让新战迷们 重温电影里 绿色的牛奶 无论观众朋友 有没有原力 迪士尼都希望 新战乐园与饭店 可以满足新战迷的期待 东森新闻 悠悠小主播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肯定悠悠小主播 摄影棚里头的 优异表现 观众还可以 动动手指 上网来投票支持 酷比组 还有亚米组的 小主播 祝他们顺利的 晋级赴赛 查询投票的详情 麻烦您上 东森美洲电视的 官方网站